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我们与神同工地也劝你们,不可屠受祂的恩典。 因为他说,在月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 看啊,现在正是月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执愤被人毁谤。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 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实、廉洁、知识、恒忍、恩慈、 圣灵的感化、无尾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 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 荣耀、羞辱、恶明、美明, 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 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 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 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格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 心是宽宏的。 你们狭窄,远不在乎我们。 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 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 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 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 不要同父一恶。 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交呢?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就如神曾说。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又说, 你们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我要做你们的父, 你们要做我的儿女。 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回忆�吧。 ak 味儿 西安 詐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